龙岳公主的生母并非甄嬛 她是庸仲唯一的亲生女儿 却因得相思病一年早逝 甄嬛传中的龙岳公主 绝对算得上是甄嬛阵影的大魔王 她是甄嬛与皇帝的第二个孩子 由于跟皇帝情缘已断 新婚一冷的甄嬛决定出宫修行 出宫前她把龙岳交给了静妃扶养 静妃膝下无子女 所以肯定会将龙岳视为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甄嬛出宫之前为龙岳精心谋划 连名字都取为婉婉 一是为了让皇帝叫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能想起纯元皇后 那么自然也会对龙岳有一丝偏爱 二是给了龙岳一个美好的寄托 长发挽军心 希望龙岳此生能幸福 龙岳公主聪明伶俐 静妃确实非常疼爱龙岳 交得也很好 甄嬛用一个女儿换来了一位盟友 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静妃日日叮嘱龙岳一定要保护甄嬛 绝对不能让皇后欺负甄嬛 所以在甄嬛设计陷害皇后的时候 龙岳用一句 黄鹅娘她推了新娘娘 成功掰倒了皇后 让甄嬛取得了胜利 毕竟就算皇帝不相信甄嬛说的话 也不会怀疑一个孩子说的话 何况还是她最疼爱的龙岳 之后在善待准格尔使者 摩格等人的宴会上 龙岳也发挥了她的聪明才智 准格尔向来是雍正的心服大欢 这场宴会也火药味十足 摩格甲义进现了一个九连环 并故意说出大清多治者 让他们帮忙解开这个九连环 可那九连环层层相连 如何能解得开呢 所以在座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感情举妄动 面对这个情景 雍正也显得非常尴尬 此时甄嬛把龙岳叫到跟前 对她说了几句话 龙岳便走过去砸碎了九连环 还说了一句话嘲讽 准格尔使者 雍正因此非常高兴 龙岳确实是个非常聪慧的孩子 但会及必伤 这场宴会让龙岳出了风头 却改变了她的一生 有甄嬛和静飞的护友 龙岳这一生本该平安喜乐 可她的结局却令人唏嘘 龙岳远赴准格尔和亲 为国家旅行使命却不得幸福 乾隆继位之后 编换问题越发严重 此时和亲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毕竟不用出动一兵一族 就可以缓解两族关系 何乐而不为呢 恰逢此时准格尔部落也提出了和亲 他们点名道姓要龙岳和亲 和亲是每个公主应该履行的使命 所以甄嬛其实已经成为了皇太后 也没有办法拒绝这件事 何况最疼龙岳的是夏阿哥 不是夏阿哥 龙岳不是乾隆的亲妹妹 这两人的感情也不深 乾隆也就谈不上有多不愿意了 刚刚嫁到准格尔时 龙岳和可汗的感情还算可以 不久之后龙岳就怀孕了 只是准格尔部落本就是游牧民族 更是存在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的体质 所以没过多久准格尔部落就发生了叛乱 龙岳的丈夫死在了这场叛乱中 他自己也被囚禁了起来 叛军首领看上了龙岳的身份 所以向乾隆帝求娶公主 乾隆再三思量之下就同意了求亲 可怜龙岳怀着深运 却要嫁给杀夫仇人 不过历史上真实的龙岳过得也没有多幸福 龙岳的历史原型就是和硕怀克公主 她是雍正唯一亲生的女儿 但她的生母可不是甄嬛 而是齐妃 历史上齐妃可不是只生了一个 又长高的三个的 齐妃是雍正早期最宠爱的妃子 再前提是就是侧附近 地位不知道比甄嬛高了多少 毕竟那时候的扭护路氏 也只不过是一个侍切而已 齐妃先后为雍正生下了三子一女 当然前提是那时年事还未尽妇 怀克公主是雍正的第二个女儿 史料记载 雍正历史上一共有14个子女 其中亲生女儿有4个 但活到成年的只有怀克公主 所以怀克公主也算是十七亿的皇长女 因为是唯一的女儿 所以雍正非常疼爱这个女儿 她是雍正唯一的亲生女儿 备受宠爱却不得幸福 23岁便一年早逝 怀克公主的一生究竟是性还是不性 雍正没有其他的亲生女儿 也无法把宠爱分给其他人 所以就事事都顺着这个女儿 可以说怀克公主一出生 就赢在了棋榜线上 在怀克公主17岁的时候 康熙将她分为了郡君 没过几个月就分为了郡主 康熙考虑到这是应征唯一的女儿 所以就没有把她纳入和亲公主的行列 而是将她许配给了娜拉辛德 剧中龙岳是雍正登基之后才有的孩子 到雍正去世 龙岳的年纪也不大 但在历史上 怀克公主是在前底出生的 甚至她成年的时候 雍正都还没有登基 她是在康熙的主持下出嫁的 怀克公主与娜拉辛德婚前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是婚后二人的感情却异常的好 有一种热恋情侣的感觉 这两人如交似漆 一秒钟都不愿意分开 可惜二人的新婚生活过了没多久 娜拉辛德就被康熙送到了 达里冈爱皇家牧场操练蒙古兵丁 夫妻俩被迫过上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相隔500多公里 虽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500多公里不算太远 但在古代那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 两人想要见一面是非常难的 只能通过书信寄托相思 可这一封信也要等上好几日 由于跟丈夫见不到面 怀克公主心中悲凉无比 机遇成疾 竟患上了相思病 在康熙56年病逝 享年23岁 和此时距离小公主成亲 才不过短短5年 唯一的女儿去世了 无论是对齐妃还是对雍正 打击都非常大 他们很想给自己的女儿 办一场体面的葬礼 但那时雍正尚未登基 康熙还在世 这不符合礼法规矩 因此并未打操打扮 雍正登基之后 追封自己的女儿为何硕怀克公主 也算是给了她死后的哀容 怀克公主虽然不像龙月那样 一波三折 但无法与自己爱的人见面 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如果她没有出生在帝王家 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是不是会快乐很多 也会活得长久一点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了